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 给美国的繁荣 安全和民主价值都带来了直接的挑战 此外 拜登并没有多谈中美关系 这有可能意味着 拜登会维持目前的中美关系的基本事态 如果是这个样子 对于中共来说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个不长的演讲当中 拜登特别提到了缅甸发生的军事政变 他说 过去几天来 我们一直在与我们的盟国与伙伴密切合作 把国际社会聚集起来 处理缅甸的军事政变 拜登说 他还接触了少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 讨论对缅甸情况的共同的担忧 拜登还说 就像我在本周早些时候说的 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共识 支持恢复民主与法治 并且让那些负有责任者承担后果 昨天 美国的国务卿与中共的杨洁篪通话 敦促中共谴责缅甸发生的军事政变 事实上 缅甸军事政变已经成为拜登政府上任后 他们遭遇的第一件重大的外交事件 如果不能有效的解决 将会令外界怀疑他的执行能力 影响拜登政府的形象 就此来看 拜登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现在 美国政府已经正式的 把缅甸军方的行动认定为军事政变 拜登强硬表态 缅甸军方正在破坏缅甸的民主 如果缅甸军方拒绝释放昂山素季 而且不归还缅甸的国家权利 白宫就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对于美国政府的表态 中共的体制内学者认为非常的严厉 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陈湘淼 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表示 不排除美国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 介入缅甸事务 这有可能会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从缅甸国内的问题变成一个地区性的安全问题 地区性的安全问题 中国作为缅甸的邻国 这样一个说法很值得完美 此外 多位新闻网 也就缅甸军事政变 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学者 这位学者认为 缅甸今天局面的变化 美国和西方国家是不能容忍的 他们用谴责这个词应该说用词是非常严厉的 体现了他们对缅甸目前状态的零容忍 未来可能西方国家会采取一些更加极端的措施 除了普通的制裁以外 是不是会对缅甸的军方领导人采取行动 这个行动我想不仅是传统所说的制裁 含义会非常的丰富 这两个中共体制内的学者都认为 美国和西方国家可能会采用极端的方式 或者采取极端的措施 应对缅甸的军事政变 他们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他们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 但是他们这种判断显然有一个隐含的前提 那就是美国认定军事政变 是在挑战美国 挑战国际社会 美国绝对不能容忍 这个极端的方式或者极端措施 明显是指军事手段 除了这两个体制内的学者 国内的网络上还流传着一篇文章 冲突升级 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美国要对缅甸动手了 其中也提到 拜登正在与国会 美国各机构讨论 如何针对缅甸军方 从五角大楼的一连串的举动来看 不排除美国会对缅甸动手 从目前来看 美国和西方世界 如果是仅仅采取以往的经济制裁手段 对缅甸军方影响很是有限 绝对不足以让他们做出重大的改变 因为缅甸原本就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交往很少 特别是在经济上 西方国家在贸易上 投资上都微不足道 美国和西方国家 确实需要拿出一个比经济制裁更为有利的方式 来应对类似缅甸的军事独裁者 只是尽管美国有绝对的军事优势 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也并不容易 缅甸是一个国土面积超过67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号称东南亚的第二大国 缅甸军队的人数大约有50万人 是一支相当庞大的武装力量 美国若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加以解决 需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无疑会有一定的难度 或许美国也可以采取定点清除的方式 把发动这次政变的军事独裁者干掉 并震慑住其他的军方将领 有国际媒体报道说 中共方面已经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 谴责缅甸军事政变的有关声明 这无异于公然的挑衅国际社会 中共当局完全不加掩饰的 和缅甸的军事政变集团站在了一起 彻底暴露出了中共的丑恶嘴脸 美国和国际社会由此可以知道 这次危机不单单是缅甸军方 对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挑战 更是中共对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挑战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应对缅甸事件 实际上成为美国对抗中共挑战的一部分 美国必须严厉对待 否则等于甘拜下风 默认了中共的挑衅 在中共当局公开袒护缅甸军事独裁集团的诚实 中国国内的舆论在不断的美化缅甸的军事集团 诋毁缅甸的民选政府 他们把缅甸军事独裁集团说成是爱国者 政变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 而且中共的舆论还告诉人们 缅甸军方的行动符合缅甸的宪法 因而缅甸的军事政变是正当的 在政变发生的第二天 观察者网刊登了一篇文章 军政府与昂山素季 究竟谁更爱缅甸 这篇文章这样写道 缅军一旦认为有紧急情况出现 就可以依照宪法收回所有的政治权利 限制甚至终结文官政府 采取相应的紧急措施 也就是说 是缅甸宪法赋予了缅军这样的权利和责任 这篇文章明显是在取义维护缅甸军方的政变行动 实际上缅甸的民选政府 既然是民选政府 它的合法性并不是来源于军方 而是来自国民的授权 因此军方根本就没有资格收回政治权利 即便是按照军方主导的这个宪法 也只有在缅甸的民选政府同意的情况下 军方才可以接管权利 否则那就是军事政变 就是颠覆国家的合法政权 而且缅甸军方主导的这个宪法 公然的将军队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 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做法并不代表缅甸的特色 这只会让缅甸蒙羞 让缅甸在国际社会上陷入孤立状态 缅甸军方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小丑 也在同一天 中共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 缅甸局势 外界需促缓而非交游 这篇社评说 缅甸现在出了事情 一定有其内部原因 外界需要保持一份耐心 一定缅甸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 帮助它渡过难关 有人从全球道路之争的所谓大视角 来给缅甸的事情上纲上线 给缅甸局势压上地缘政治的重负 这样的鼓动很不可取 在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之后 中共当局一再的表示 这是缅甸的内部事务 而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说 缅甸现在出了事情 一定有其内部原因 这是在暗示 缅甸的军事政变有其合理性 缅甸的民选政府 需要对这次政变承担责任 中共在明理案里 替缅甸军事独裁者进行辩护 试图让国际社会 接受缅甸军方发动的这场政变 应该说 缅甸发生的事情 恰恰就是道路之争 是走中共事的独裁之路 还是美国事的民主之路的斗争 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 正在朝着民主之路艰难的迈进 却被缅甸的军事独裁者打断了 而且有可能要把缅甸带向独裁之路 缅甸的军事独裁者的背后 就是中共 实际上 缅甸发生的事情 就是中共在和美国进行博弈 拜登这次外交政策演讲 明确提到 要直接应对中国 对我们的繁荣 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 而这次发生在缅甸的军事政变 就是中共对民主价值观的挑战 拜登有必要将缅甸的军事政变 和中共的战略企图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在怂恿和支持缅甸军方 发动政变上 中共还在躲在暗处 那么中共阻止联合国安理会 谴责缅甸军方 这等于公开的庇护缅甸军方 公开的挑战民主价值观 这无异于公开的挑战美国 挑战国际社会 缅甸军方突然发动军事政变 等于提前让中共和美国摊牌 拜登必须直接面对中共的挑战 做出必要的反应 这次外交政策演讲 拜登将中共定义为 最严峻的竞争者 这比他此前对中共的认识 向前深入了一步 以前他只是说 中共是严峻的竞争者 而同时他认为俄国是敌手 现在拜登认为 中共是最严峻的竞争者 依然还不是敌手 这个说法并不能完全反映 真正的中美关系 事实上 中共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 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 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正是需要特别加以防范 中共的原因 而不是必须要对中共 采取妥协政策的理由 更不是必须要与中共合作的理由 中美之间在一些领域 确实存在着竞争关系 但是在根本性的问题上 中美之间是敌对关系 中美之间一旦在这些问题上遭遇 任何的合作和竞争都会化为乌有 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 就在几天前明确表示 中美关系可以说是眼下世界上 最重要的两国关系 但他强调 这种关系越来越带有敌对性的一面 美国国务卿的这个定位 反映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 在缅甸军事政变这件事情上 中共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说明 中共和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 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 彼此之间完全不是正常的竞争关系 而是敌对关系 中共一直在试图用他们的统治方式 来影响世界改变世界 缅甸的军事政变 这是中共当局试图改变世界的一部分 而缅甸是所以能够引起外界的关注 只是因为缅甸的发展方向突然被逆转 变化过于剧烈 而在很多情况下 中共对世界的影响是缓慢的 并没有引起外界的足够的关注 就这一点来说 缅甸的军事政变对拜登是一个提醒 在这次演讲当中 拜登宣布 美国只有高举民主价值的大旗 修复与盟国的关系 并加大对外交工作的努力 才能重建自己的国际领导地位 并有效与中国竞争 那么这次缅甸军事政变 就是对美国高举的民主价值大旗的冲击 拜登这次演讲对外交政策的表述 非常的抽象 而这次处理缅甸危机 将是对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具体的诠释 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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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